释迦牟尼佛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消灾严寿药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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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河北省保定市大词阁来学习药士经 首先我们感谢真光法师及各位常驻法师 也感谢各位护法居士阿弥陀佛 这一讲我们先回答问题然后讲经 明天由于我们还继续讲经 所以晚上大家回家以后想一想自己休息上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写好了明天你就放到桌子上 我们一一当面回答 法师在家佛堂初一十五上供 中午或下午彻供第二天就不再上供了 这样做对吗怎样才对 初一十五呢比较隆重 一般来说要供饭菜 在寺院里边叫上大供 不是每天都上就初一十五上 或者佛菩萨的圣诞上 平时呢 那个叫大供平时当然就小供 小供小到什么程度 你供一杯清水 点一只到三只香 看家里边的情况 点香太多了太呛你就点一只 甚至可以点那个非常细的小香 如果家里边空间比较大 也可以点三只 要要看情况 还有香的那个气味是哪一种 在家里边一般要点比较好的香 对身体有好处 没有坏处那一种香才行 因为空间有限 另外呢供两只蜡烛 但是你要离开佛堂的时候 要把香和蜡烛都灭掉 一般不供油灯 因为供油灯呢 不安全 那个油灯呢 是在寺院里边长明灯 不许弄灭的 蜡烛和香可以弄灭的 为了安全呢 现在有些寺院都放那个 平着放的那个香 它不竖起来 还有盘香 也是倒着的 它不会立着 蜡烛呢 走的时候必须熄灭 这个要注意 所以这个上水上香点蜡烛 这应该是每天都有的 因为你有佛堂 要供佛 不能说第二天就不上供了 当然这个不如法 要天天上 但是呢 这个饭菜只有除一十五 上大供才上 另外这个水果呀 好比说还有一些花生啊 瓜子儿 这茶叶之类的 那你就是什么时候有了上 没有了就撤了 撤了以后就不上了 那个都没关系 明正法师您好 儿子不信佛 家里也有酒 受了菩萨戒 弟子在家里搞卫生的时候 拿酒 这样算饭戒吗 你搞卫生的时候拿酒 和你给别人倒酒 拿酒气 这是两回事 不要混到一起 这个没有关系 不算饭戒 故不识 是否算八观摘戒 故不识 只是八观摘戒的其中一条 但这一条很重要 是八观摘戒的核心 广持这一条不叫八观摘戒 因为最起码有八条 年轻人或年老人 如何降服淫欲 请敬开示 经典里边说 大家恭敬至诚的念 拿摩观世银菩萨 可以降服 这是一方面 另外的呢 就是日夜精进修行 把心全部用在修行上面 就可以降服 还有就是观察淫欲的种种过患 用智慧来降服淫欲 也可以 再说呢 在饮食上要注意 能够激发淫欲的这些 葱 蒜 韭菜 坚决不吃 肉 酒 坚决不沾 这样的话 能够非常有效的 降低这个欲望 另外就是不看有关 这方面内容的电影 电视 电脑节目等等 不跟人呢 开有关这方面的玩笑 尊敬的法师 请慈悲开示 持送 消灾严寿 药师佛的名号 等同药师流利光 如来的名号码 完全相等 法师您好 我有一问题 请法师开示 如我念佛号 念咒 念药师咒 回向给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能得到佛的加持吗 能 能起到自念所得到的效果吗 不一定 因为是你念 不是他念 你要引导他也来念 你告诉他 你信不信佛 且不论 你先跟着我念 念了以后就会有效果 你就跟他这么说 这是一种引导方法 为了减低他的抵抗力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有一位居士 他的爸爸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 退了休息后在家 也是天天看人民日报 这是一位医生 他想让他爸爸学活 他爸爸不学 后来有一天他爸爸得癌症了 得癌症以后 女儿孝顺呢 想让他爸爸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你只要能让他念佛 你就去念 这位居士很有智慧 就想办法找他爸爸的弱点 最后发现他爸爸什么都好 但是有一个弱点就是贪财 给钱就很高兴 最后这个医生啊 就把这个钱呢 都换成五块钱的票子 拿了一大塔子 说爸爸你念佛 念一声阿弥陀佛 我给你五块钱 他爸真念 然后就一声一声念 就把这一塌的钱都发完了 说你还要不要念 他爸说还念 他再去找票子 再换 换好以后 让他爸再念 他爸呢 就得癌症 自己不知道 家里人也不敢说 然后就住院了 住了院以后啊 这个奇迹就会出现了 因为他念了佛以后 有感应 这个人他有善感 他们给他屋子里 放了个念佛剂 他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音乐 反正听着也不错 他也不反对 又给他放了一个三圣像 有一天他们到医院的时候 路上就听到这个医院 医院这个位置 这个方向 念佛声音很大 他们很奇怪 说怎么会念佛呢 几个人都听到了 这个声音越来越明显 一直走到病房里边 病房里边 却没有念佛的声音 很奇怪 刚才听到那么大声 那除了我们放念佛剂 哪还有念佛的声音 不可能 再一看念佛剂 早就停了 没电了 可能是电池的 没电了 然后他爸讲了一个故事 说昨天晚上啊 我也不知道是做梦 还是迷迷糊糊 反正有两个 特别漂亮的女人来找我 他说奇怪 我一辈子都不进女色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 女人呢 这个人间就见不到 这么漂亮的女人 哎呀 他女儿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之间呢 说 拿了三圣像 说你看看 是不是旁边这两个 他爸说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他们两个人 他女儿心里有数了 这个呢 这个呢 菩萨已经显现了 就说爸爸 你继续念佛 我还给你钱 他爸就很高兴 一直念 最后往生那一天呢 恰恰他女儿还不在跟前 那其他看病的人就说啊 他这个爸爸突然的 本来是躺着就坐起来了 双手合掌 声音非常大 看着上面 一直大声的念 拿摩阿弥陀佛 就这么就往生了 所以的话 我们想办法 善求方便 只要让家人 或者周围的人 他能够念 念了以后 佛号 佛菩萨自有加持力 我们就不用担心 后面的事情 开始这个启动啊 这个你引导他 这个要我们来做的 法师灯光 是否可用电灯代替 什么灯光啊 应该是蜡烛吧 实当的也可以了 有那个意思嘛 供养就可以 反正是光明嘛 这个花呢 不能都是假花 要有假花 还要有真花 供养佛菩萨 不能都是假花 假花是长期放那里 都可以 还要有真花 师父您好 八观摘戒的内容 是什么 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 还要怎么吃 都要过五不时吗 受八观摘戒 只是一日 一日夜而已 过去以后 这个戒的效果就失掉了 它就只有这么 二十四小时的时效 这个戒非常特殊 意思是让在家的居士能够过一日一夜出家人的生活 所以按照正式的规则来说的话 应该是在寺庙里度过 而且二十四小时应该是不睡觉 修行 因为要二十四小时精进修行 专门有关于八观摘戒的经典 如果你们想要 就给我 发信息 然后我 我从那个电脑里面给你们把这个材料发过去 自己在电脑上寻找也可以 有关八观摘戒的经典 八观摘戒的内容呢 和沙密戒的内容 类似 只有一条不一样 就是沙密戒不可以 捉持金银 生相 就是金银 钱呢 这些钱财呢 不可以拿 因为出家人 不过这一条现在也变了 因为出家人没有办法 不像 这个 泰国的那种状态 泰国出家人呢 坐车也不要钱 坐什么车也不要钱 坐船也不要钱 那我们你你坐 坐三轮车也给你要钱 所以没有办法 大家就得拿钱 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 你要连着受持 第二天要再重新受 所以我们 如果说打气的话 那就有六七天的时间 每天早晨受八关斋戒 因为是住在寺庙里 就非常方便 如果不是住在寺庙里边 你受完戒后 要回家 要上班 那你要非常注意才可以 一不小心就犯了 过五不时呢 受了八关斋戒的这一天 一定是过五不时 如果你不受了 当然就可以 明正法师 今天我养了几十只狐狸 放生了 这样做行不行 这个狐狸 它是吃肉的 前两天正好 我们议论过这个问题 你把这狐狸放出去的话 它肯定抓小动物吃 它有这个本事 你在家里边养着 给它买了吃肉呢 它是已经杀死了 别人杀的 那个肉呢 在我们平常的人的眼睛里 看来说就叫做三斤肉 你喂狐狸可以 你把这狐狸放到野地里边去 这狐狸饿极了 它是逮着啥都吃 它不吃草 它就抓小动物吃 所以这事大有研究 放生这件事不可以草草 你好好研究 研究应该怎么放 河里的鱼不能放到海里 这条河的鱼不能放到另外一条河里 有的鱼呢 适应每条河 有的鱼 它的生命范围非常狭窄 换了一条河就死 你要好好的研究 家养的这些鸽子呀 小鸟儿 放出去没有用 几天 能量消耗完就死 它不会 不会在野地里找尸 它如果学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等它学会别的动物就把它弄死了 我们曾经放过鸽子 这鸽子呢 它不像野鸽子一放就全没了 都都飞走了 它在野地里 它它没有没有没有自己的窝 它找不到 它也不知道该到哪里 到了晚上 这个猫啊 都叼叼这个鸽子吃 因为鸽子跟鸡一样 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们一看急了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剩余的鸽子呢 想办法 我们得像猫一样的抓这个鸽子 到了晚上我们悄悄地抓它 很不容易 因为它不一定落到什么地方 然后把它买了一个笼子 放到笼子里 在笼子里呢 我们给它喂这个粮食 让它吃 这猫就抓不到了 可是我们就增加负担了 天天地操心这鸽子 然后要给它喂 所以以后我们就不放这样的鸽子了 放鱼比较好 请法师三天讲经之后 给大家受八关斋戒 可否 这个要做安排才行 是外面要下雨了 是吧 请大家进来 这边都可以坐 都可以站 能进来的都进来 想办法 大家挤一挤 这边还有空位置 能进来都进来 一个一个挨着秘密的 可以往前坐 不要堵到门口 先往台上来 台上有地方坐 就坐在我旁边就可以 大家快一点进来 往我这里走 不要往后走 后面没地方了 往我这里来 上台上坐 坐到我跟前来 找人安排一下 不要堵住 往后坐 往后走 顶住那个墙 要不然外面的人进不来 到里边 到这个台子上 我的旁边都可以坐 到我旁边来坐 这个旁边来坐 这个边上都可以坐 往里那个椅子上 也可以坐人的 椅子上也可以坐 不要害怕 就坐在椅子上 下边都可以坐人 你让大家进来 里边还有好多地方 里边还有地方 就坐到这个台上来 就可以 坐到台上来 没有关系 这边还有地方 坐到这边来 赶快进来 坐到旁边 这都可以坐 都有木板 坐下来就可以 没有问题 过来过到这边 到右边 到我右边来坐 挤一挤 就坐到我旁边来 坐到这里 给后面让地方 先往我跟前坐 坐到这里来 赶快坐下来 坐下来 没关系 没关系 先 这里边还有地方 过来坐到 坐到这个旁边来 这台上可以坐 对 咱们把那个距离 稍微压缩一点 咱们都动 把距离压缩一点 压缩一点 可以再进来一间 对 好好 对 好 有这么多可以坐 里边还有地方 能安排 外面如果临到鱼 就赶快请进来 这里边这个台上都可以坐 台上您就坐到这就可以 可以打坐 蜡烛不点燃 摆在佛前可以吗 蜡烛没有点燃 摆着也可以 上香没燃完 有事出去 可以吗 如果你认为没有危险 可以 敬请法师慈悲开示 一 我们得到了人身 而且能够念佛 这是很大的福报 但是念佛修行的过程中 得了病 法师常讲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是不是无始节来所造的罪业 都要在这一生当中报完 而且是重罪轻报 这样在临终时才能自在往生 往生是待业往生 无论你怎么样 这一世都不可能把自己的业都消完 如果这一世能够把自己的业消完 那就是阿罗汉了 正了阿罗汉以后 当然也可以往生 我们平常的人 没有那样的定力 也没有那样的智慧 我们真的还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业障 所以往生的时候是待业往生的 你就不用担心 不管你还有多少业 通通可以带走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不可能报完 没有报完的这些业都待业往生 待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恶业不能现前 所以恶业好像我们打包起来一样 放到那里存仓库里了 什么时候我们从极乐世界再回到苏婆世界 那么这些业有了条件以后再现前 可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智慧和定力 这个恶业出来以后 我们就都可以消除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 不可能万事如意 这也是促进我们修行的重要因素 因为像北巨卢州啊 天上啊 有一些地方修行很难 就是因为条件太好了 他每天享受 没有苦逼他 他不修行 这样甚至叫做八难之一 不能修行啊 我们人间好修行 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八难 所以大家有病 这不见得是坏事啊 待病三分好修行 因为如果你经常有病 你对无常的体会 对苦的体会就比一般人更深刻 这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也不要害怕 病来了以后 你体会更深刻 你更加努力的修学佛法 更加努力的用心念佛 来观察苦空无常无我 这更是好机会 所以呢 病到来一定是业障现前 这是毫无疑问的 没什么可商量的 没有业障怎么会得病 一定是业障 乃至你出了车祸了 或者地震遭灾了等等 自然灾害 通通都是业障 没有一件不是业障的 但是业障一现前 也正是消业障的好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就念阿弥陀佛 念要是流理光如来名号等等 你继续修行 你修行这些业障过去以后 就被消灭了 消一点就少一点 消一点少一点 所以没必要烦恼 因为正是消业障 正像三恶道受苦 是消业障一样 在人间受苦也是消业障 但是如果你不甘心 你不情愿就不受 就要反抗 就要骂天骂地 那你就完了 你不担消不了 你又加了新的业 所以呢 当病苦彼切的时候呢 要能够忍耐 甘心忍受 知道这一定是我们过去 或者今生 所造的恶业呢 现前了 我们就甘心忍受 忍受了以后就好了 玄奘大师在临终的时候啊 也是不舒服啊 身体难过 他心想啊 我一辈子翻译佛经 难道我有什么地方错了吗 他心里边有怀疑 他这个怀疑一出现的时候 空中有声 告诉他说 因为你还有微小的业障 希望在你临终的时候 能给你全部消除 菩萨安定 不要害怕 然后呢 玄奘法师一听就明白了 然后就忍耐 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业障了 因为在临终的时候 借这个机会消除了 前面还有地方 这里都可以坐 过来坐到这就可以 能进来尽量进来 这边上还有这么大地儿呢 不要都堆着门口 门口没办法站的 站不下的 坐到台子上就可以 会盘腿的 坐到台子上盘着腿 坐着就可以 不是说全部 削掉了以后 才能够自在往生 只要信愿行 三资粮满足 就能自在往生 只要受了八观摘戒 就能自在往生 只要能够送普贤菩萨行愿品 就能自在往生 只要能够念 钥匙琉璃光的名号 也能自在往生 送其他大圣的经典 行世间的一切善事 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都能够自在往生 并不见得一定要念 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善于回向 也可以往生 没有问题 所以念佛的法门 非常的广大 没有那么狭窄 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也没有念过 但是你心心念念 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修的任何的行 所做的任何的善业 都回向往生 一定没有问题 第二 平时听经时 有时做一些笔记 有时发现字写的不够工整 想重新整理一下 请开始旧的笔记 怎样处理 把它烧掉就好了 法师 助念时 是否可以用念佛基代替 不可以 所谓助念 就是要人来助念的 不是让念佛基助念的 所以助念的时候 不用念佛基 因为那个人对念佛基和人念 他分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不用念佛基 一定要用人念 一般来说分作几班 连续不断的念 好 下面我们继续讲经 请大家打开小本 二十七页 二十 慢书师利 童子白佛言 世尊 我当事与 相法转时 以种种方便 令诸敬信 善男子善女人等 得闻世尊 要师流离光如来名号 乃至睡中 以佛号 觉悟其耳 世尊 若于此经 授持读诵 或否为他演说开示 若自书 若教人书 恭敬尊重 以种种花香 涂香 墨香 烧香 花满 樱落 翻盖 祭月 而为供养 以五色彩 坐囊成枝 扫洒 净处 辐射高作 而用安除 而时四大天王 与其眷属 基于无量百千天众 皆亦其所 供养守护 世尊 若此经保流行之处 有能受持 已比世尊 要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 积文 名号 当之 世处 无父 横死 亦父 不畏 诸恶鬼神 夺起 精气 舍以 夺以 还得 如故 身心 安乐 佛对文殊菩萨 讲了很多前面的内容 然后文殊菩萨 就对佛讲 世尊 我要发大誓愿 在相法转时 相法转时就是佛不在以后 还能够转法轮的这个期间 要以种种的方便善巧 让这些尽性的男子女人等 都能够听到要师流离光如来的名号 那我们也应该学习文殊菩萨的榜样 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能够听到要师流离光如来的名号 我们自己念 所以念佛呢 出生念有出生念的殊胜 出生念别的生命也能够听到 周围的邻居说不定也能听到 过路的人也能听到 一经于耳 就成为道种 就能够得到殊胜的利益 所以这个呢 是出生念的好处 如果不出生念呢 你心里边 就会听到自己 心里边念佛的声音 这个比较容易射心 但是打坐的时候啊 如果是默默的念 如果有些人功夫不行就容易打瞌睡 所以小声念 或者起来精醒念不去打坐 这样呢就减少混沉 总而言之 想尽一切办法 让耀石流离光如来的名号 消灾严寿耀石佛的名号 越来越的越多的众声能够听到 乃至睡中 意佛号觉悟其耳 这就是说有人睡着了也没有关系 你继续念 游的人他是似睡非睡 这第六十呢 还没有消失 你念的时候也能起作用 甚至游的时候 第六十呢 睡着了 不现钱了 第七十还在 这个耀石佛名号的法臣 仍然能够被第七十所受持 因此仍然有相当的功德利益 所以有人呢 想让孩子的英语好 那么就放这个英语的一些内容 睡着了以后 用一个机子在他耳边轻轻的放着 都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是有道理的 潜移默化嘛 不断的重复就会发生作用 文殊菩萨继续说啊 如果这个经典 有人能够受持读诵 或者为他人演说开示 所以演说开示啊 有些经典说 哪怕你只演说开示 一个四句计 也就是短短的几句话 也有很大的功德 因此呢 我发愿 要在我们大陆 办奖经学习班 不论男女老少 哪怕你九十岁一百岁 你愿意学都可以 但是前期不可以 等到以后 因缘成熟以后 因为前期我要用电脑教学 所以要会电脑的人参加 而且前期你去到那个地方参加 我们有网线 让你能够方便上网 你必须自己手 带一个手提电脑 所以一开始学的时候 必须要有这个本事才可以 要最起码会根本的操作 然后到那里其他的部分 我们可以教你 然后你去学习 讲经的方法呢 先让你讲一部经 好比要是刘立光如来 本源功德经 你先对准一部经 把所有的有关材料都下载下来 结合到一起 然后你把这些材料念书 融会贯通 不懂的地方弄清楚 然后开始准备自己的讲义 准备好讲义以后 这个讲义我们审查 他没有错误 然后你就来锻炼讲 讲上一遍两遍 每次讲完以后 大家评论 给你挑毛病 找错误 然后你改正 再讲 一直讲到大家认为说可以 好 我们给你平台到电脑上讲经 电脑上某年 每个星期我们有时间 给你一定的时间 你在那个时间就上去 在电脑上 面对电脑上的大众讲 电脑上你看到的是自己的形象 大众的形象看不到 所以你不会害怕 你就尽管放开讲 但是电脑上会有人提问题 就像这个一样 他们会把问题打到电脑里边 所以你必须会操作电脑 然后电脑里的其他听讲的人 会问你问题 你要回答 你回答不出来没关系 你老老实实说 这问题我不会 下一讲的时候我会答 那你把这个问题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帮你来找到答案 下一次呢 你就给他回答 这样经过锻炼又比较纯熟以后 我们推荐你到哪一个念佛堂 哪一个居士林 哪一个小道场去讲经 你就放开胆子讲 我们会有摄录机呢 跟着你把你讲座的情况拍下来 回来以后我们放 然后呢 再挑你的毛病 你这么讲的多了以后 你讲的很纯属 因为你不讲第二部经典 只讲一部经典 单打一 这样很快的就能学会 再笨的人也能学会 因为你不讲那么多 甚至你可以讲其中的一部分 好比说 我只讲钥匙经里边的十二大院 其他的我不讲 也可以 或者呢 你就讲其中的一个记子 好比说金刚经里边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我不会讲别的 我就讲这一个记子 也可以 或者你讲一个专题 好比说如何念佛 能够功夫成篇 等等 或者你讲受八观摘戒 有什么功德利益 你只讲其中的一个内容 也可以 没有人学不会的 个个都能学会 所以我们广泛的来培养奖经的人才 如果你这样去参加 你自己首先必须学好 所以这对自己的修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而且只要你讲经 你就有功德 这个功德利益不单是你得 而且听讲的人也得 这样我们广泛的流传开来 我们慢慢的就会有很多优秀的奖经人才出现 我发了这个愿 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广泛的参加学习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学习班也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 如果方便大众比如说保定的人愿意愿意修学 我们以后可以来保定办学一办 那么保定的人就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参加 就在这里等着机会也可以 另外我们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老师 能够教别人讲经的时候就不见得非是我亲自教 他们也可以教 这样的话教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成为讲别人如何教别人如何讲经的老师 我们在优秀的当中再选拔优秀的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优秀的讲经人才 另外就是自己写经或者教别人写经 尊重供养 以种种的香花 阴落 翻盖 祭月 这就是好比说我们布置佛堂布置的非常好 我们开法会布置道场布置的很好 就都是指的这些 这些都叫供养 下面说的以五色彩做囊成枝 囊制一个小袋子 用五种彩色的线 五种颜色后面有具体的讲法 把它挂到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把一个干净的地方 扫打扫好了辐射一个高座 把这个经典供在那个地方 供养经典呢 最殊胜的是如法修行 刚才有一位居士说 我岁数大了 我也读不了经 我供经行不行 我把这个经典放在供桌上 我说可以 那就是指的这个方法 那供经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认真 如理如法 不可以随便摆到桌子上就算了 不可以把经一半放在桌子上 一半在外面 这个不可以露出来 要最起码和桌子是平的 齐的 如果是经常诵经的人 或者看经书的人 那平时呢 要用布把它包好 读诵的时候再打开来 放在高处干净的地方 不要和杂七杂八的书放在一起 如果能够这样做 那么四大天王和他的眷属 以及其他无量百千天众 都会来到你这个地方 来供养和守护 因为凡是有经在的地方 就叫做有三宝 三宝具足的 因为法宝是核心 所以供经书啊 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家里边有经 你这个地方就有四天王和他的眷属 以后还有其他的天众来守护 平常我们看不见 所以你家里边永远是安宁的 没有事的 如果有事 那肯定你在什么地方做错了 不如理或者不如法 这个要自己去检讨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经书乱扔啊 杂七杂八 还有一些奖经的书 虽然不是直接的经书 但是那个书上 他有经文 有其他经书摘录下来的 一段一段的内容 也不可以乱抛乱放 我看到有的人家 把这个书放在厕所里 干什么呢 和其他的杂志报纸放到一起 意思在那儿 随时可以看一看 解解梦 这个不可以啊 赶快把它收起来 虽然不是直接的佛经 但是上面一定有 佛菩萨的语录什么的在里边 不可以的 要注意 由于能够这样受持 能够使这个经宝流通 好比说 大家如果是一个会修行的人 那么我们讲完经以后 大家就请一部药士经 在自己家的佛堂里边供养起来 或者没有佛堂 把它设一个干净的地方 在柜顶上弄一块干净的地方 把这个经包好供养起来 有时间呢就来送 没时间就放到那里也可以 就是说 你学了一个经典以后 要得到这个利益 立刻就去实行 这就是说你有实行的力量 这样的话 四天王等等护法身呢 也都会拥护你 这样的人呢 由于能够留步经典 能够受持 能够读诵 能够使别人听到 要是琉璃光的名号 这个地方就不会发生 横死的事情 也不会有恶鬼神 夺人的精气 夺人的精气 有的时候专门欺负小孩子 欺负父女 欺负儿童 还有一些病人 这些鬼神呢 平时啊 他欺负不了你 因为你年轻力壮 精神很强盛 当你弱的时候 他来欺负你 所以小孩子 有的时候得莫名其妙的病啊 跟这个有关系 那家里边 如果有这种事情 你赶快请一部钥匙经 放到家里边 如果能够读诵 你来读诵 如果不能读诵 你就拿着这个经书啊 念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 念拿抹消灾严寿要是否 家里边没事了 平安了 立刻就平安了 小孩子肯定吃得好 睡得稳 什么事也没有了 因为这些毛病 就是有恶鬼神在捣乱 你往里边一放经书 护法人 这些恶鬼神他知道 他根本就再来 头一天还能来 第二天来不了了 因为周围这个光非常强盛 就像一堵无形的墙呀 他根本就进不去了 所以家里边 当然就平安了 没事了 更有奇迹下面说 如果有的人 已经被人家夺了精气了 要死了 或者已经死了 然后你来供养这个经典 读诵这个经典 称念要是佛的名号 这个人能被救过来 然后跟好人一样 恢复健康了 没事 有这种奇迹 而且这一生 都能够身心安乐 这些大家呢 学了以后 如果有机会 就赶快抓紧时间去做 做了以后 你有了感应 有了应验 那就去宣传 也等于是宣传这个 钥匙法门 因为比起 阿弥陀经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钥匙经的法门 在历史上提倡的 不是很早 也不是很广 现在经过一些大德 比如说 红衣法师 还有应光大师 这些大师的提倡呢 越来越多的人 对钥匙经比较重视 所以现在钥匙法会开的 也比过去多了 这都是啊 钥匙流离光如来的加持 也是从古到今 现在历代的祖师们的 大德们的加持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 比较好的听闻到 这部经典 我们知恩要报恩 我们也要广泛的宣传 这部经典 因为这部经典 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 是对我们大家 生活在这个世界 要在这个世界修行 有极大的现实的帮助 所以一定要广泛的流通 凡是流通的人 都有殊胜的功德 比如说有人发心 我来印一百本 或者我来印一千本 这个经典 然后呢 就放在这里 跟大家接远 告诉大家 谁要是想要 那么就到寺庙里来拿 到佛学来拿 那真光法师和其他的法师 也会告诉大家 有人已经注印了这个经书 那么大家也可以 你三十 我二十 你七块 我八块 那有人有钱 我三百五百 都可以 然后注印这个经书 或者印钥匙流离光如来的 那个卡片 佛像 小小的佛像 便于在身上携带 都可以 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 佛告漫书实力 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 漫书实力 若有敬信 善男子 善女人等 欲供养彼世尊 要是流离光如来者 应先造立彼佛形象 福清静坐而安处之 散种种花烧种种香 以种种床帆 庄严齐处 七日七夜 受八分斋戒 使清静时 早欲相结 着清静衣 应生无构灼心 无怒害心 与一切友情 其利益安乐 慈悲喜舍 平等之心 古月歌赞 又绕佛像 福音念彼如来 本愿功德 读诵此经 思维其意 演说开示 随所乐求 一切皆碎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饶得富饶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好我们先到这里 文书菩萨说完以后 本师释迦牟尼佛 立刻就肯定说 是这样的 正如你所说 如果有敬信的 善男子善女人等 包括那些不太敬信的 都在里边 只要能信 就比不信强 如果想要供养 要是琉璃光如来 应该先有佛像 为什么我们说 共经书也可以 因为很多的经书 前面就有佛像的 像我们这个小本子上也有 这个大书上面好像没有 不管什么样的佛像 我前一段时间呢 讲了一个造像功德经 只要是能够造佛像 包括刺绣的 画的 在纸上画的 在布上画的 拿泥素的 拿金银铜铁刻的 石头刻的 瓦刻的 等等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造立佛的形象 就有极其殊胜的功德 造像的人不落三恶道 造像的人所愿皆得 想上天就上天 如果在人间 将会大富大贵 有的人不相信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 他是大富长者 非常有钱 他们付到什么程度呢 都这个钱多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消耗 是非常有限的 你看我们睡觉 就是一米宽 两米长 再大了 我们也不能满炕打滚啊 穿衣服就穿那么几件 穿多了太热 也没有用 还麻烦 有的人买很多衣服 你穿在身上的 也没几件 你吃能吃多少 吃多了撑得慌 肚子不舒服 消耗极其有限的 那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能光每天买飞机玩吧 所以到那个时候 善根献前干什么呢 学习菩萨行大布施 到处盖寺庙 建佛学院 住这个学生上学 救济贫困等等 广行菩萨行 这样的人呢 前世他就有习气的 他本来就是修菩萨道的 所以这世呢 他能够成为大富大贵的人 然后姻缘一献钱的时候 他福报献钱 开始修更大的福报 这些人呢 都是会修性的人 生生世世就有这种业力 那么他肯定以前呢 念过药师佛 或者供过药师佛 或者念阿弥陀佛 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 或者造立佛的形象等等 都有可能 还有造塔的功德 供灯的功德 等等 全部都有功德 只要你供养三宝 就一定有功德 造立了形象以后 就要有一个清净座 像我们一般 佛像呢 都坐在莲花座上 那莲花座呢 还要有一个台子 在那个台子 也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然后把佛像呢 正正的摆在那里 以后就用种种的花 或者香 还有床帆 要布置一番 有些寺庙里佛堂里面 布置的很好看 但是不要太复杂 布置的清净庄严就好 下面就是具体的 要使法门的其中的一种 要七日七夜 注意这个七日七夜 我们打七夜 往往到最后一天的下午 人就跑了 我以后打七夜 一定是说八天 不说七天 省得你 到了第七天的下午 心就乱了套了 所以 由于我知道 这个心会乱套 大家会放逸 所以受戒 受八关斋戒 打一个七 我只受六天 第七天不受 因为第七天下午 人跑掉了 以后呢 如果是打七 我一定通知是八天 头一天来了以后呢 晚上要安顿大家住好 下午一般就来了 上午来 有坐车 到了下午到了 到了以后安顿好 然后开始讲八关斋戒 讲好了以后 第二天清晨的时候 给大家受戒 连着受七天 那么七天受完了以后 功德圆满是第八天的早晨 所以第八天的早晨 圆满了以后才让你走 没圆满不能走 这样加起来就是八天 其实呢 不足八天 因为第八天的早晨 天亮的时候 就算已经圆满了 你就可以走了 所以呢 要有一定的耐心 要不然的话 七天不能功德圆满 很可惜的 就像这里说 要七天七夜 整整的七天不能少 我们一般24小时念佛 连一分钟都不让他少 受八关斋戒也好 那个时间计算的好好的 不能少 少了以后挺可惜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照戒律来要求 都是清净的 不能够有不清净的食物 那当然我们大家都懂 我们吃素啊 葱 蒜 韭菜 不能有 但是姜不在其中 辣椒不在其中 然后干干净净的 也穿上干净的衣服 那心也要清净 心怎么清净呢 我们就是要念佛 念佛的时候 一句一句一句接着念 心不可能不清净 我们有种种的方法教给你 怎么样能够设心念佛 一起念就知道了 刚才我教了一个方法 就是你一起念 一句阿弥陀佛上去 所以任何一个杂念 变成了你提醒念佛的一个信号 所以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个方法特别好用 还有其他种种和这个相应的小方法 现在顺便多说几句 好比说你眼睛的目光 你会转移目标 你用这个方法念的时候 不管眼睛 眼睛一定会动的 谁都定不住的 如果能定住 你就有能力入禅丁 你仔细观察自己的 这个眼光 你定不住 定不住没有关系 你让他随便走 每转换一个目标 阿弥陀佛 再转一个目标 转得很快 越来转得越慢 越有定力呢 他就能够定住比较多的时间 不会跳得那么快 一般的人跳得飞快的 你不管他 只要变一个目标 一句阿弥陀佛 只要变一个目标 一句阿弥陀佛 或者突然听到 一个什么声音的变动 一句阿弥陀佛 闻到了什么气味 阿弥陀佛 你就这样 这种方法 什么烦恼都不怕 随他边起 不管 你就一直这样去念阿弥陀佛 各个都是对峙 每念都是对峙 这个 尤其是在工作 学习当中 是最好 专修的时候 也很好 几方面都能够设行 那么起这个清净心 也没有怒害心等 都是想着要利益 安乐 众生 然后可以一边有法器 打鼓 有音乐 我们现在音乐就比较少了 乐器上的少 都是打击乐 过去做佛是有其他的乐器的 有居士在那里吹奏弹拉 现在没有都剩打击乐了 我估计有很多历史的原因 因为这些乐器不是平常人能学会的 不见得就能演奏的那么完美 所以慢慢的都剩下简单的法器 这样比较容易 容易学会 我们然后唱赞子 歌颂佛的功德 赞颂这个经典 下面说还要思维其意 你读颂经典 闻钥匙流利光的名号等等 学了以后要思维其意 要懂得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说宋钥匙流利光如来的名号宋经 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 要思维其意 然后如果有能力的人 应该给周围的人演说开示 在一个家庭里边 有一个带头人 这个带头人学佛可能比较早 就给家里边的成员 或者左右的邻居朋友们聚在一起 给他们简单的开示 讲一讲大家不懂的地方 这个也叫红法呀 如果能够这样做 随所乐求一切皆碎 一切皆碎 碎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所谓求长寿得长寿 这样的人一定一寿也年 你本来的寿命如果是七十岁 你可能活八十岁 你原来应该是三十岁就遥忘 可是你现在能活五十岁六十岁更多 所以也不见得说你一定多大岁数 是比你原来的寿命的延长 求富饶得富饶 你原来穷 现在就比原来富了 原来家里买不起电视 现在呢买个电视比原来富了 不见得是说你原来家里没有电视 现在怕买一辆高级高级轿车 没有那么快慢慢来 也不一定 你念的好的话 可能有你过去的老朋友 你救济过的 已经富了 见了你了 给你一辆汽车也背不住 求官位得官位 那就看多大官位了 你如果是学生 你原来小组长现在得班长了 当了班长也算得官位了 求男女得男女 包括你要求一个对象 会有一个称性的对象 包括你要小孩子 你要男孩会有男孩 要女孩有女孩等等 好这一讲我们就先到这里 下面请各位合掌 我们一起来回向 大家跟我念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接供成佛道 接供成佛道 回向明定法师 回向明定法师 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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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学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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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正法 弘扬正法 早日成佛 早日成佛 广度有情 广度有情 回向再会中等 回向再会中等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吉祥安乐 吉祥安乐 修学正法 修学正法 早断我见 早成正果 造成正果 拿摩消灾岩寿药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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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